今天要教大家8種塔洛斯的穿搭Post 然後最後會再跟大家講一個 你在修圖上面可以修的 不用那麼辛苦的一個瘦臉小技巧 這個是秘籍喔 好這個請把影片看到最後 哈囉大家好我是 沒朋友塔洛斯的塔洛斯 因為我今天拍攝的主題 我需要一點點空間 所以我現在人來到台中camp 那台中camp他現在啊 除了原本的那一間店跟這一間之外 他連地下室都打通 所以現在空間是超級寬敞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台中的話 可以來一中逛一下台中camp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他有三個重點 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重點呢就是保持動感 保持動感這個東西在你拍照的時候 很常會有人拍照起來 會覺得自己怎麼看起來很尷尬啊 這個原因是因為你在那邊定格定很久 那你定格出來的動作通常都不自然 所以你拍照出來的感覺 會有那麼一點點尷尬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一直在動的 這個東西就是保持動感 那第二個重點呢就是小宇宙狀態 什麼是小宇宙狀態 小宇宙狀態就是你要無視旁人 像旁邊現在就有一個人在看我 但我現在就是無視他在我拍影片 我就無視他 第三個重點的話就是空間感 那我們等一下在分享Post的時候 我就會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是空間感 還有我塔洛斯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並且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我們影片準備開始囉 45度銳腳經典戰型 這種戰法主要是將身體在畫面中區分於前跟後 也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空間感 那要記得在拍照的過程中 要不停的換動作 因為最好的照片都是抓住瞬間 在45度腳站的時候 可以稍微將靠近鏡頭的那隻腳 稍微往前踩一步 身體可以稍微往後仰 這樣在照片中的你頭就會更小 比例看起來也會更好 那這種戰法也是塔洛斯在拍照的時候 一個最基本的Post 之後的姿勢基本上都是照著這個Post的變化版 靠牆站壁這種戰法呢 主要是想要讓照片充滿輕鬆casual的氛圍 整個人庸庸懶懶懶的 非常適合喜歡穿著寬鬆的朋友們 而這個靠牆戰法有一個小小小重點 麻煩螢光筆劃一下 你的小啾啾可以狠 不是小啾啾是小角角 你的小角角可以很俏皮的抬起來 除了輕鬆俏皮之外呢 還可以多一點點角度以及細節喔 摸自己摸自己 沒錯就是摸自己 如何防止在拍照的時候透露出本性 擺出天然呆卻不萌的招牌動作呢 就是好好的認識自己 我們假設你今天跟塔洛斯一樣穿了一件帽T 你可以摸摸袖口 你可以拉拉衣服 你可以在移動的過程中找到適合你的動作 你也可以從上摸到下 從衣服摸到鞋子 盡量避免拍出用力過猛的照片 轉側邊的時候 盡量摸靠近鏡頭的鞋子 也比較不會有過度用力而產生的尷尬照片 可以拉拉衣擺 在放開的瞬間 可能也會產出不錯的照片喔 有帽子摸帽子 沒帽子摸脖子 相信你自己 相信我 你也可以變成王美麗 小拳石型 顧名思義我們直接Cosplay起來 神奇寶貝裡面的小拳石 什麼現在叫寶 不管啦我那時候叫神奇寶貝就是神奇寶貝 不是我在說啊 小拳石的魔力真地形啊 這個pose也可以說是這幾年內 國外饒舌歌手在拍MV的時候 最常擺出來的動作 不過因為版權的問題 塔洛斯這邊就先不放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自己去Google啦 走路行 走路行呢 最重要的就是腳步踏出去的 那一個動人的瞬間 主要以靠近鏡頭的那隻腳 作為要跨出去的先鋒戰士 自然的腳步 高大上的氣場 絕對是接拍pose裡面 最能夠展現練能力的一個姿勢 拍照的角度 可以從下道上的仰角做拍攝 如果你也是用iPhone的話 不如把鏡頭切成超廣角試試看 出來的成品絕對是會驚豔到自己的唷 鬼絲通行 鬼絲通這個pose呢 應該能算是塔洛斯最常擺的姿勢之一 常擺到什麼程度呢 之前去韓國認識的朋友 需要學塔洛斯拍照 就是要一隻腳往前擺 兩隻手拍在空中 其臉部呈現極其厭世之面貪 顧得名鬼絲通 其實也就是你兩隻小手的時候 自然的擺在胸前或是腰際 不要太淺也不要太厚 輕鬆自得的狀態 才是鬼絲通pose的精華所在 可以將腳步用我們的第一個基本步伐 45度腳將一隻腳往前踩 而手部則是自然的擺動 盡量邊移動 讓相機去抓瞬間喔 塔洛斯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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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換你各位蹲 這個動作不僅能夠強身健體 還能夠拍出街拍好照片 身體拉直往後行 拉出照片的空間感 這個pose主要可以秀出你各位珍貴的球鞋 氣場取向又有焦點 只是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pose比較容易跌倒 各位在拍照的時候千萬要小心啊 不要蹲姿的pose沒有拍到 拍了100張跌倒的穿搭照啊 不良少女顧名思義 我們要將全身最不屑一顧 最叛逆 最傑傲不遜的態度 全部都給她放在架子上 為什麼要叫做不良少女呢 因為整個架式要倔強中帶點慵懶 玩世不恭中帶點輕柔 任性中帶點冬天香甜的草莓味 其實最主要的重點是插手的方式 如果你將手掌蓋在手肘的上面 會有一種你受傷了的感覺 但放在手肘下面的時候 OMG氣場出現啦 EveryBaby 想像一下手裡叼著一根煙的日系不良少女 有沒有那種感覺呢 這個pose真的讚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試試看喔 那今天穿搭的pose分享就到這個地方 那在最後我剛前面有講說要教大家一個小秘籍對不對 這小秘籍呢 就是把你的舌頭啊 放在你的上顎的那個地方 往上貼 然後你的脖子這個下巴這個部分啊 就會往上收 我現在這個是放鬆的狀態 就是這樣 然後我如果舌頭往上放在上顎 你的下巴就會縮進去 那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就省掉沒有下巴線的這個問題 你的下巴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現在是放鬆嘛 然後我現在把舌頭的上顎往上放 放鬆 往上放 See 這個就是我們的 最終秘籍啊 這個是秘密啊 大家多多分享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我影片 訂閱我頻道 打開小鈴鐺 追蹤我愛局 我們下次見 掰掰